第一步,将仪器放在稳固平坦的试验台上 第二步,插入电源线 第三步,将两个负重砝码安装到涂抹支架上 然后将支架往后搬起,搁在后面的支撑杆上 第一步,开始试验前可先启动仪器 旋转调速旋钮设定速度 一般推荐的涂抹速度为每秒8到10毫米 第二步,在工作台上放置机材,用夹具夹好 第三步,本机适合不同形状大小的制备器及线棒徒步器 将制备器或线棒徒步器放置好后 第二步,将砝码压下放好 螺丝,调节支架高度 直到砝码支架上表面处于水平位置 第五步,将带涂布样品放置到机材上 按下启动按钮,即可开始自动涂抹 一边,写一较好 以后,用夹具夹垃圾放置于水平式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